中信兄弟捕手高宇傑 二零一八年季中選秀加入球隊之後 只花了不到一年的時間 就升上一軍 在二零一九年成為球隊的主戰先發 捕手之一 不但跟著球隊出征臺灣大賽 更在年底入選世界十二強棒球 國家代表隊 短時間內累積許多高強度的比賽經驗 讓高宇傑在面對接下來的新球季 更有信心 場上的指揮更加沉穩 讓高宇傑也獲得教練團的青睞 開季確定從一軍出發 至於跟他同樣經過十二強大賽洗禮的 越東華 今年球季一樣被賦予工具人的任務 內外也都需要兼顧的情況之下 手臂就成為他春巡中的重要訓練項目 除了要把手臂顧好 越東華在打擊面也沒有放鬆 他在關板熱身賽 繳出三成八一的高檔表現 而在黃山軍過去游擊的 不動人選王勝偉 現階段還在二軍調整打擊狀況的情況之下 越東華若能夠在攻守兩端 維持水準 對於黃山軍的內野調度 絕對是一大福音 我來的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我來的體育新聞採訪報導